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大年初二 開年,師傅 提醒我,我忘記拿藤條來 我這麼乖,應該不會和我開年關 不會,不過我來和你數一數塵 多謝你 大年初二,上一集我們說到 猴、熟雞和熟狗的朋友 今集我們是否應該先說熟豬的朋友 對,正確 熟豬的朋友,今年大家都知道是梵太歲 犯太歲一定要有以下的動作 第一,要是2月4日之後洗牙 認了血缸之災或捐血 這對熟豬的朋友是較為有利的 熟豬的人今年在工作上或是事方面 就比較是我們說的,多一些是非 勞氣了 就算你有好有本事也好 你的上司可能都會對你有些意見 所以熟豬的人今年犯太歲 工作上大部分都有阻滯 這就是熟豬的朋友 甚至乎在我們說的是非或官非方面 都會有機會埋到你身 所以熟豬的朋友今年都比較麻煩 那他們的健康運又怎樣 健康來說,今年有一個叫陸害的衰星 入了命功 所以健康方面會容易出現一些痛楚的東西 例如筋骨痛、腰酸骨痛、那些毛病的 還有一件事,熟豬的朋友真的要小心 拿熱的東西真的要小心 因為容易會辣到或是被滾水煮到 這就是健康上的要小心 或者小小隻的拿熱的東西 父母真的要看實 而去到感情方面,熟豬的朋友又怎樣 如果未婚者來說 今年可以成婚,一起擋三災 已婚的基本上都是平穩的 所以婚姻方面感情都應該屬於平穩的 嗯,財運又怎樣?師傅 財運通常范大歲都不會那麼好 但原來熟豬今年是例外的 他有個複升高照的情況下 他的財運都不算差 所以今年熟豬的朋友 是有機會還會升職家人工 所以熟豬的人都不要太氣餒 尤其是打工仔方面 雖然有個叫劫殺升入命 但最好提議一件事 不適宜去作股票的投資 而不然就拿著一把沒有病的剃刀 損手爛腳 嗯,那如熟豬的朋友的整體運程是怎樣? 整體來說基本上都是好的 但要謹記一件事 如果你想轉運的話 熟豬的朋友最好帶回一顆黃龍玉的套 或是腹鼠吊金錢的玉器 都會令熟豬的人避開握運的東西 不妨一試 這就是解救方法 對,沒錯 說完熟豬,就應該要開始說熟豬了 是,熟豬的朋友在去年 生活方面工作出現了很多不順利的東西 看來今年熟豬的人叫做財喜入門 財喜入門會對你有財和有喜事的情況 但今年因為有犯白虎聲的作罪 你會招來一些是非官非的東西 即是你本身沒有是非的 但因為你的口不擇言或說話方面 會得罪了身邊的朋友 而招致了是非入你的命功 甚至乎會容易受傷 所以熟豬的朋友今年雖然有三合 但亦可以逢空化吉 但要提醒做裝修工程熟豬的朋友 勤高畫低那些就要小心 因為今年很大機會會跌倒 所以熟豬的朋友今年 勤高畫低那些就要格外小心 另外在投資方面來說 就避免去買一些股票的東西 因為金融股票對你今年都會有損手爛腳的情況出現 為甚麼呢? 你今年就要盲目投資 變成拿一把沒有病的看刀 叫做損手爛腳的 這就是熟豬大概的情況 師傅 熟豬的朋友健康運又怎樣? 健康剛才說了為何有勤高畫低會受傷呢? 他有一顆空聲叫飛簾 飛簾飛過來撞擊你的飛簾 所以今年熟豬的人會有手術、意外 甚至健康方面要飲食 更加要小心一點 所以一定要小心 他們的事業運又怎樣? 事業運今年就有一個子貝星 你知道甚麼叫子貝星嗎? 我又真的不知道 請教師傅 就是你做了岳飛的替身人 就告訴你被人捉背脊 那也挺慘的 所以這個子貝星是令到你容易被人捉背脊 所以在事業方面 最好做好本分 少說話多做事 永遠是對的 這就是事業 對你傳言而言都會安然度過 那我們的財運又怎樣? 財運因為有個白虎升入命 所以是不適宜去賭博 不適宜去玩偏才的東西 精才是非常之好 因為它三合入命 所以換句話說 投資只能投在哪裡? 不動產 就是房地產 所以屬鼠的朋友 今年有機會買屋 升職、加薪、加薪 或者有寶寶、加娶 那他們的整體運程 師傅幫我們總結一下 屬鼠的朋友基本上 全年都是好的多些 壞的少些 即是四六的情況 壞的 如果是壞的 師傅有沒有甚麼方法 可以幫電視機前面的觀眾解救一下? 屬鼠的朋友如果能夠得到的話 我提議你配戴一粒叫黃龍玉牛 這個牛在今年運程是不錯 再加上紫醜合的關係 令到屬鼠的人 就更加就是我們所說的 更上一層牛 即是我們俗稱叫錦上天花 所以換句話說 屬鼠的朋友如果想更加好運的話 要配戴一粒黃龍玉 飄成的牛的圖像 他配戴帶來屬鼠的朋友 是每樣都比較順利很多 相得益張 正所謂一句話 今年勝過去年 師傅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講一講